美国对考驾照的一些要求 我觉得比较真的非常重要的一点是 就是当你变线的时候 不管你是变左线还变右线的时候 一定要先打灯 然后再看你的刀后镜 然后再扭头看 如果你往左的话就扭头往左看 如果你要是往右变线的话 就扭头往右看 这一点非常重要 这是看盲区的 很多人其实都知道 在中国通常老司机 他都比较容易判断说盲区怎样的 或者现在有很多辅助 并线的雷达一类的 辅助你去避免盲区的问题 但是这一个习惯 其实就是这个动作 其实是可以免掉 基本上90%的车祸 路面上的车祸 因为通常来说 其实我自己也有很多次 因为我不记得 在中国考驾照的时候有这动作 但是后来我朋友提醒我 说在中国的时候 其实考驾照也有 就是你要并线之前 你必须有一个非常大的动作 让考官看到你在就是晃头 就是有这个动作 但是感觉实际上操作起来 在中国开车 尤其出租司机也好 还是DV司机 他们基本上都没有人 特别大幅度的扭头去看 因为他们可能就是 下意识判断一下 因为想说在盲区的机会也不多 但其实这个 这一个疏忽就很有可能 导致车祸的发生 那这个这一点 真的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我觉得在我们国家 应该真的把这个扭头 这件事抓起来 就是包括考驾照和之后 你就是在上 实际上路的时候 一定要就是注意起来 因为这牵扯到你自己的人身安全 和别人的安全 就是这个 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 我觉得应该让大家重视起来的 一个事情 开车的时候也有一个运动 这个其实特别好的 就是很快的一个转头 很快的一个转头 这个也可以缓解一下 你颈部一直常有的这个压力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但是 我应该是很快的